在高中的時候啊 就體驗到四種靈 第一種靈啊自己知道是很靈魂嘛對不對 另外一個天時的靈 有沒有體驗到天時的靈 沒有 我體驗到兩次 我在還沒練書之前 小時候很喜歡玩 然後就天還沒亮 就跑到外面想要找同樣玩 然後那個因為鄉下 我們做鄉下 嘉義鄉下 然後那個 有那個 那個狗丸聽到我小後聲 追出來 我想說這個弟兄很爽 白天都是我的地盤 沒想到管個關 因為有錢人都有做門 你知道嗎 以前沒錢的人都做門 有錢都做門 沒想到我們擋住後面的追狗 然後說我審猜到天時 已經進去沒有路了 天子來說 欸 我叫我名字 你站在那等 我總在看我旁邊 我叫我聽到什麼 玻璃閒境 感謝 信主真正 然後我在工作的時候 那個在藍牙上班 而且藍牙上班 台座公司 然後那時候要輪班 然後我以前在桃園 藍牙電輪板上班 因為我住板橋 所以騎 騎機車 騎人的 然後騎到那個 中班 我們中班是初點下班嘛 從桃園騎到那個快回龍的地方 又轉圍 已經不知道睡多久 睡著了 一人叫車 下個水車 我說我上天堂 沒有起來 還沒有上天堂 反正主摸一摸 小傷而已 我摸說卡在裡面 那時候已經凌晨一兩點 審猜派天使來說 年輕人要到 騎機車到 這二廟 我都還好 看到了 他們想說 主要是我們來晃 體驗到 某個 高中的時候 那個 骯髒 那個姿勢的 帶年輕人 那也會帶年輕人 那時候我們跟那個小實施的 北京教會 那我沒有 我已經知道 那家裡教很多弟兄姊妹 那個年輕人 高中 下課就知道 高中 那個念書 下完課就直接到那個家裡教會 就是讀經 禱告 高中學生那個 對那個信仰很追求 現在都 傳道 當憲政傳道 後中的傳道 那個 趙明 趙明亞 長老 那個趙士海 這些傳道都嘉義那時 都沒有那個時代的 連記都一樣 我都感謝主 你們今天當傳道 西建美士 已經零五千人 所以零兩千人 先震盪到 所以好好做 兩千教了 然後就是要影響 然後到北京 你們會分桌到北京教會來 然後一樣 看到人家家一家 那個弟兄姊妹 那高中生都很熱誠 很熱誠 這個信仰那麼堅持 來北京教會 那個蕭子是有沒有帶年輕人 然後 一樣下個都到北京教會參加聚會 聚完會 沒有人回家 還跟著傳道 長得不出來就訪問 訪問木道哲 跟在座人木道哲 很擔心 先來訪問那個 郭正宏弟兄 先打擦 郭正宏弟兄的太太 鼓勵姊妹 現在結婚 以前是沒辦法走路 沒有憲竹 都躲在那黑暗地方 還沒得到這個福音 讓我們安慶祖 後來得到道理之後 這個信仰非常好 信主之後 他每天下午午餐點 都已經到 從那個地方 那個廖廖 快去看 華醫療的地方 然後騎腳踏車 到北京教會 祷告 每天都祷告祷告 好久 感謝祖 那病完全好了 可以走路了 可以結婚生小孩 小孩都這樣教案不責任 感謝祖 那時候因為看到這樣 很多人帶領 然後 有兩次比較快 然後回到家裡面 睡覺 然後看傳道講 那個鬼 他脖子 主要是知道了 網絡也知道了 就馬上 主要是知道了 網絡也知道了 把那鬼趕掉了 我們也喊 我們也喊 但是整夜把那鬼趕掉了 兩次 所以就要讓我們知道 我體驗到 世界上真的有鬼 那鬼就是害我的 然後最後在高中之後 有一位弟兄很有 很有那個 對教會那個工作很熱忱 他說 他聽到我說要當教員 你當教員 要我聖女才能當教員 然後我去到那個報報名 參加那個 五位的學生年會 我還親裡想說當教員 人家倒拜求到聖女 所以衝到第一個 就跪到那邊 開始禱告 我禱告就 很感動 而且就流眼淚 看到阿爸父 天父 耶穌基督 知道我的需要 所以向聖女給我 祷告很傳道 你得到聖女 我很高興 你可以當教員 你就想這樣 感謝你 所以可以體驗到聖女 那邊講到 兩個線 延伸到什麼 等於那個 一個 一個阿伯 有沒有教會的弟兄 安心如居然會回到家裡面 因為那個夏天 住在那個榕樹鄉 他們說我乘涼 然後那個靈裡面告訴他 在門口 兩隻鬼 對話 有一隻鬼說 我要進去吃 旁邊那一隻鬼說 你敢 為什麼不敢 這神的兒女敢 因為他說他七月半 在拜那個七月光 拜好的阿祢 他說你敢 哎喲 敢呢 聽到神的兒女就 兩隻鬼就跑掉了 信耶穌 都要傳到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 真好 主要說 我們鼓勵 主事平安 早上小弟跟弟兄前分享 我們所敬拜 這位神的兒子 所基督 會祝平安 給我們 都要免免免免 拜到整個大天都是神明 我上 告一尊 那位 幾尊都拜到那個 婦人的廟宇 廟宇說 我拜到這些神 都不免免 我咧 我好免免 我到我三家咧 你怎麼 你又拜一尊是錢 一尊是錢 要拜一錢 三萬 五錢 五錢 就錢 拜 還拜 沒有拜 我一定不免免 不拜是不免免 那位 那位廟宇 那位廟宇怎麼說 哇你神都拜 你跟我們 我聽說 神都拜 那位廟宇怎麼說 什麼神都拜 那位廟宇怎麼說 你最有的 是你一定要拜 拜什麼 拜牙梳 廟宇說 拜牙梳 那位廟宇怎麼拜 我回來 我回來 我們皇家 我們整個都尾龍 那床腳都尾龍 三萬塊 我來 隨便 八 我們說拜牙梳 你怎麼說拜 拜 你爬神 當天 禮拜星庭五 隔天安息日 我媽就帶來 告訴誰 來聽懂的 聽懂 真的不愛 最有所感動 東大 我等去吃東大餐 東大餐 牠牠圍齊的 咦 他要想來想來想 後來我來做完信助 他要自己見證 我寫一本回關廣照 差不多了 醒來都想差不多了 沒想到 身體跟一樣 勇強勇 一國月 本來一年 他的平都好了 信仰說我都好了 鬼也走 當時很長期 那有的人沒有信仰說 人家的信仰做客人就有了 做長期 他要做事 當時就起床 就當時會怕 你吃頭路 我也要吃頭路嘛 就去衝床 衝床 朝著要衝床 然後起床 老闆說你不行 你要笑成名字我漏了 當時當天算算給你走 所以他的生活是這樣過 死娘說了完全改變 身體好之後 平安 還有我們做生意賺錢 祈禱的房子 所以他做得很好 當時也說我不是破心說 你會這麼賺大錢 我不是說我們堂兄 因為他以前沒有信仰說 身體又欠安 無平安 家庭無平安 所以生意賺錢 住在黑暗 所以團隊師跟我們說 沒有信仰說是怎樣 住在黑暗裡面 還有那個煩惱 還有病痛 信仰說是怎樣 信仰說不一樣 信仰說住在我們祝福 讓我們全家都平平安 這最多 世間人就不一樣 我看到有一個人說 有一個人說 詹禱也跟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說 說去那個廟 求一個平安府 放那個機車 把那個機車頂頭 那時候做六輩說 我向你求 向你聲明說 我求一個平安府 像我兒子也死 那是怎麼說的 那是你說 你兒子齁 比那個平安府齁 那個生命是騎乎 你兒子騎乎 牙龍之以後 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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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是誰 但是說 那拜就真的行 不是神 要拜到真神 那真神的名字叫 牙梳 牙梳到有寬命 叫人從那個 最後來到這個平安的地方 有寬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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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這樣做 賺錢 是要說 反正你姊姊不要聽 你其實是要往平安 因為所有的 在座的那裡 朋友 沒有的朋友 感謝主